有一天,有一个人上山来,提了一个007的手提香,非常神秘地要求单独见老和尚。 因为过去曾有人图谋不轨,所以弟子们不允许他单独见老和尚。 但这人说有重要的事要请问,后来他就去附在老和尚的耳边,非常郑重地问道, 老和尚,人家都说你有神通,您老实告诉我,你到底有没有神通? 老和尚也很神秘郑重地附在他耳边说, 老和尚在大陆陈天寺修行时,各种修行的方法都尝试过。 有一次,故意几十天不吃饭,有一天上殿时,竟然体力不支,向前倒了下去, 因他排在最后一位,往前倒时,前面那位竟被他撞得向前又撞到前面一位, 结果整排的人都被撞倒了,一时大殿的秩序大乱, 他这时才知道自己错了,故意不吃饭,也是执着啊。 自己精进也不知道,要顺其自然,不能太执着,执着要用功, 要顺其自然,自己精进也不知道自己在精进。 一心念佛,吃苦,修苦行,修行不要在行事上装饰我像。 看经,要能解义,解义呢,要能并行。 只有能自观自行,才是在利用经,才名为转经, 否则呢,便是被经转。 如果看经,看戒,得到一点知己,便拿来批评别人, 侦察他人是否做到。 心生分别,徒增我像,我慢与是非,也是被经转。 别人没有行的,做不到的,我们一定要行得到,做得到。 否则批评别人,自己岂不是也与他同类? 只看到别人的过失,不审查自己的过失,是我们最大的无名习气。 修行不是在忍饿,一天只吃一餐,不但体内虚火会上升,身体会亏损, 且忍久了还会沦为恶鬼道的一分子。 行日中一时,或过午不时,那是顺着身体的自然状况。 在饱足、清净的情况下,自然不需多食,而舍下一些多余的饮食, 并不是勉强去行的。 像你们现在,还是一身的无名习气,在妄动。 所吃的,恐怕都还不够体内的消耗, 还谈什么日中一时,不变成饿鬼就好了。 了生死,哪有那么简单啊,不吃饭就能了生死,那大家都不吃好了。 了生死,必须去无名习气,要忍辱。 忍辱第一道,这是最重要的,不是不吃就可以了生死。 静坐,是坐无色相,不是停滞在静中。 要离一切相,心无所拙,才是静坐的意义。 游着亲近,空,无色相中,在行住坐卧中,寻得依不着一切的法。 心无所贪恋,爱着,而走出生死,入解脱之道。 我们打鼓时,念办公事,办公事,公事办完,办私事。 就是不可人劳我义,只图自己念佛,拜佛,诵经。 这些是属于私人的事。 如果不发心于公事,一味的自私,只顾自己念佛,拜佛,这样的羞耻,就是指我向。 心地只有越来越窄,一辈子无法解脱。 反之,将身心奉长住,为众人做一切功德,令他人得到利益。 这样虽然没有时间拜佛,诵经,但一切的经账已在其中。 则智慧渐开,心胸见广。 出家人,就是在修六根对六成的贪欲,解脱色身的束缚,不着五蕴的色相,做无相残。 如果只所有相残,或有形式的用功,有一个我在做什么,则会增长,供高我脉。 修行,需在不知不觉中进步,一天过一天,无挂无碍,无忧无脑,这样才行。 如果还执着我在进步,或做了多少功德,会起供高我脉,还是很危险。 练不倒单,要有善根,不是容易的。 没有说要用什么方法,怎样去练习,这样就有执着。 这是一个有善根的人,有心去修。 在行之中,有一正念,自然而成的。 师父只教你们念佛。 师父以前,在山上是随缘。 众生能吃,则人也能吃。 天人供养自然。 如果饿了,硬是要忍,身体会饿坏了。 修行是用心,不要去练那种不倒单,不吃东西。 师父修到现在,一直有一种感觉。 即使修行,万一走错路,很危险,唯有念佛最好。 如果走错路,人生难得,有很多人错误了。 不要执着,一切随缘。 如果有师长帮你做事,你觉得承担不起,而且损福报。 这就是执着,怕福让人家得去。 如要人家得到福报,自己本身也要有福,才可能让别人得到福。 凡事不要执着,有时碰到某些事,总想要使它比较完美,比较理想。 一直把事放在心上,追求,一直追求,这就是执着。 修行不能执着,执着急生烦恼。 不要着想,说我做了什么,什么的。 不要以为出家几年了,要当法师,要闭关闭闪。 修不到那个程度,什么都还需要,怎么去闭关? 到后来,什么问题都出来了。 要勇猛精进地修行,到了衣食住都不需要了,才去避山,避关。 这才有保障,有成就。 出了家,要多念佛,不一定要坐禅,功夫不到,容易着魔。 修学佛法,并不是什么都不要,那会走偏的。 佛法不着于境界,如乐、明、空。 清安则乐,妄念少则明,不生念则空。 如着于乐,则生欲界天。 着明,则生色界天。 着空,则生无色界天。 什么是初一淡饭? 不是不吃饭,而是吃饱就可以,不求吃得好。 穿得暖,能遮身就可以,不求穿得好。 睡得足,有精神就好了,不要贪睡,睡多亦昏沉。 若想搞些花样,不吃饭,身体搞坏了,不能安心修行,则枉费来出嫁。 师父以前搞过很多名堂,现在老了,知道错了。 念佛,还有感觉,还知道有念没念,则是执着。 静坐时,如有好坏静,都不执着,也不用说。 不要执着好坏,若执着坏的,则永远停留住,不能进步。 例如,自己做错事,心里就感到很难过。 心不开,一直执着这件事,就无法安心办到。 一切都是幻化不实的,过了就算了,若执着,积升烦恼。 修行,不是修给人家看的。 若是行于外的,你有几两重,人家一秤就知晓。 修行,是向内,不是向外的。 要给人感觉不出来,这样,我们也好安心办到。 师父曾经一个星期,一个月,没吃饭,饿肚子。 但我很少说,怕你们误会,跟着学,你们如果不吃,激活上升,会起烦恼,甚至把身体弄坏。 没有了这个假体,怎么修? 所以,我说,你们如果肚子饿,吃几餐都没关系,只要不贪就好。